走進舊眷舍 一字長型的庫房建築 彷彿走進了時光隧道 這裡是雲林縣最具特色的 湖偉建國眷村 這邊是一個創業的建築店家 然後右邊這邊 未來是營運管理中間的房間 建國一村丁棟是日治 時期湖偉海軍航空隊賓舍 也是台灣首建的農村型眷村 歷史兩年修復 加上招商進駐新創產業 重新活化歷史建築 透過ARVR 讓大家在防空洞裡面 看到以前槍林彈雨作戰的情況 那你就可以帶著孩子來教育 現在世界和平是非常重要的 雲林縣長張立善表示 建國眷村是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兩倍大 未來將打造成雲林的文化藝術 和音樂基地 全台灣所有鄉親 希望回憶以前的眷村文化 都可以來到我們 建國一村這裡 張立善強調建國眷村未來 朝食農環境教育創意 和眷村文化四大主題發展 希望能帶動觀光人潮 也帶動地方發展 TV新聞張崇敏 雲林採訪報導